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推出 届时 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天各会提供1000个名额供内地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来港 有关人士入境时需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港后虽然不需要强制检疫 但需要按时接受病毒检测 另外 从8号起 香港将全面恢复 允许身处内地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以回港疫计划回港 林郑月娥指出 海外疫情仍然严峻 无可避免地会有输入个案 不过她相信现实的措施足以阻截个案流入社会 重启回港疫 推出来港疫 香港正与内地逐步有序地恢复跨境人员的正常往来 有评论称 跨境家庭 孩童以及商人 都期盼随着疫苗的积极接种以及抗疫的不懈努力 3D可以早日通关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快将成立 当地气氛是日渐紧张 凤凰卫视驻阿富汗特约记者王全 不但亲政有大批军车在首都喀布尔市面出现 在采访期间还遭塔利班人员指贺不准拍摄 而塔利班人员在当天民众示威期间 向天开枪 虚散集会 情况陷入一片混乱 在本台记者与翻译员赶往采访的路上 突然出现大两军车 在场所有车停下来给军车让路 太恐怖了 你看这可能是哪块 哪块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出现大型的事件了 你看这军队 特种部队出发了 特种部队啊 这是 你看 几十台特种部队车 军车通过后 路面才再次通行 起庆波折 记者与翻译员终于来到采访现场 大批民众手持横幅 高喊口号 流行行列中可以看到有不少赋予 从社交媒体视频可见 塔利班人员挥混打向妇女 本台记者则被在场的塔利班人员没收手机 并遭用枪指下 声言再拍摄就拍枪 示威期间 塔利班人员向天连开桌枪 民众慌忙躲避 情况极为危险 这次示威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 示威者反对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内政 巴基斯坦一直被指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密切 不过 场面之后失控陷入一片混乱 塔利班还拘捕了一些示威者和记者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驻喀布尔特约记者 王全发回的报道 对于阿富汗塔利班将宣布成立新政府 俄罗斯方面表示 如果塔利班组建多元政府 俄方将接受邀请出席一事 另外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 阿富汗数百个医疗设施 面临即将关闭的风险 世卫紧急事务主任布伦南表示 由于过去向阿富汗医疗院 所提供资金的西方捐款人 被禁止与塔利班政府往来 阿富汗各地2300间卫生设施 约90%可能最快在本周内被迫关闭 这将造成当地疾病和死亡增加 世卫正试着补上缺口 向500个卫生设施提供物资 设备和资金 世卫也正与卡塔尔联络 希望能在未来一周 运送两三架飞机载量的医疗物资 进入阿富汗境内 物资包括新冠病毒检测套装 和慢性疾病的治疗药物 英国国会周一讨论阿富汗局势 工党领袖斯塔莫 跑红约翰逊政府处理阿富汗问题不利 导致许多应该获得协助的阿富汗人 依然滞留在当地 另一位工党议员布莱恩特则透露 至少有三名符合资格复英的阿富汗人 已遭毒手 并批评目前政府分散三个部门 处理阿富汗人前往英国的事务 拖延了处理程序 他呼吁政府尽快委任专员负责 首相约翰逊在回应议员的责难时 重申政府将竭尽所能 尽快安排符合资格复英的阿富汗人 撤离当地 并会与盟友联手施压 劝保塔利班兑现承诺 阿富汗塔利班早前表示 将宣布成立新政府 并已邀请部分国家参加组建仪式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6号表示 俄罗斯会支持一个将反映 阿富汗社会全貌的政府的组建进程 新政府应该包括普什图人之外的 其他族群包括哈扎拉人 乌兹别克人及塔吉克人 若阿富汗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 俄方会接受塔利班邀请 出席宣布新政府组建的仪式 方卫视综合报道 几天之前上个星期五 就有消息言之早得地说 塔利班要宣布新政府的名单 并且要举行新政府组成仪式 而其实塔利班要成立的国家 国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这就和他20年前是一样的 叫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而这个也有消息 上个星就透露说 塔利班现在的领袖阿洪扎达 将担任新的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 至于职务 通常他们不会是用总统肯定的 那么可能就像伊朗一样 用精神领袖或者最高领袖 但是最重要的是 政府的行政长官或叫总理 或者是外交部长 一个人就是巴拉达尔 还有其他的各部的部长 那么现在呢 为什么外媒消息不断地传来 而且每天都几乎说 要宣布成立这个政府的大会就举行 那为什么迟迟没有呢 我想最主要的是呢 可能阿塔呢 现在要稳定局势 我们刚才看到了 其实呢 虽然说是已经 阿富汗全境都已经掌控 但实际上呢 局势各地都不稳 那么一方面呢 是紧锣密鼓的 在筹备政府的班子 而这政府的班子里边呢 俄罗斯已经表态了 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包容性的 多元的政府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能不会承认 也不会外交代表去 那么俄罗斯方面强调的是呢 你不但有普什图人 而且呢 还有其他几个大的民族 比如说塔吉克人 那是第二多 然后呢是哈扎拉人第三多 还有乌兹别克人 而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呢 这都是和苏联和俄罗斯 和这个中亚国家关系相当密切的 据说现在 这个在潘杰西尔 这个抵抗运动 拼于失败 或者是正在退却的前副总统 萨利赫呢 就退到了这个塔吉克斯坦 因为他是塔吉克人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可能 这个塔利班呢 现在进行外交斡旋 虽然他已经公开的邀请了六个国家 中俄 伊朗 土耳其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出席 但是呢 这个包括中国在内 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其实呢也看 就在这个 听其言关机型啊 那主要的啊 我们这个一句话 就是说塔利班现在很想 尽早的把政府推出 但是应该是要国际成人 在最重要的时代 你不能一建国 一组成政府 然后就陷入内战 或者社会动乱 而这个政府呢 又没有能力去稳定局势 那么还不如呢 再拖一拖 当然了 随后几天 随时都会有新消息出来 好 再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 奥斯汀出访卡塔尔商讨 阿富汗局势等相关议题 布林肯和奥斯汀7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跟卡塔尔外交大臣 及国防大臣会面 双方会后共同见记者 布林肯表示 美国国务院正与塔利班合作 提供更多包机 让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离境 而塔利班向美方承诺 会让持旅游签证的人自由出境 布林肯说 美国政府估计目前约有 一百名美国公民身处阿富汗 部分人持双重国籍 又强调会继续与国际社会努力 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他又感谢卡塔尔协助疏散 希望撤离阿富汗的人 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完成撤军 但是并没有很好的 在阿富汗战后 来发挥他平定 或者说稳定当地局势的作用 当然了他已经被赶走了 塔利班现在也不想买他的账了 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进行沟通 那么怎么沟通呢 各国的他的盟友 美国的盟友都很担心 那么现在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的后续 阿富汗的收拾摊子 他是不是撒手不管 另外一个 美国到底会不会像被弃阿富汗一样 被弃相关的一些盟友 为此美国派出了两元大将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同时到达卡塔尔 来向他的盟友们进行解释 主要是化解他们的一些质疑 那么在卡塔尔 这个布林肯就和相关的国家 就进行了通报 说实际上现在美国还在和卡塔尔 继续地保持联系 来继续地疏散 要疏散的人员 那么具体的人数 甚至一些重要的人物 或者重要机场 他们都是在 这很具体 从卡塔尔多哈 他离开之后 这布林肯还要到德国的 那个美国使用的军事基地 叫拉姆斯泰因基地 那么拉姆斯泰因基地是美国 当时在西德的时候 就一直使用的一个基地 那么现在很多的往欧洲 往美国的这个阿富汗难民 还主要是阿富汗的一些 以前为美军服务的一些翻译 一些行政人员 还有美军 还有美国的外交人员 都在这个德国的军用机场来转机 那么他将到 这个拉姆斯泰因 向德国方面表示感谢 同时呢 向在拉姆斯泰因 滞留的这些 等待去美国的 有美国绿卡签证 还有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员 表示感谢 那么奥斯汀呢 就除了访问卡塔尔之外 他还要到这个巴林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和这些海湾国家 做一些解释 主要是向他们表示 一定会这个继续地维持 和他们的坚定的盟友关系 一定会保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说这一次 可以说是战后美国 在他的这个相关地区开展 重大的公关活动的第一步 那么后续呢 我想呢 他还要和他州 各个大州吧 包括中东 包括欧洲 也包括亚洲呢 做更多的一些解释 来挽回美国的声誉 好 目光在角色上日本 日本这个菅义委宣布 不再联手上之后呢 那进驻者是接连不断 预计是自民党总裁选举 将在本月29号投票展胜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昨天我们说了 自民党内有一个 内阁的阁员叫高氏早苗 这女性议员 出来要进驻 现在呢又有了一名 叫野田圣子 加起来就有两位女议员 这次有意角逐总裁选举 这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这两位当中 任意一位当选 日本将产生 历史上首位的女首相 请看本台中 东京记者的报道 菅义委表明 不参选自民党总裁 有望角逐新党魁的候选人 陆续出现 女性候选人 前总务大臣高氏早苗 早早表明将会参选 以来舆论关注 若高氏当选 将成为日本史上 第一位女首相 今年60岁的高氏早苗 在安倍内阁时期 担任过多年阁聊 精通内政通讯事务 他没有加入自民党内派法 不过政治立场 强硬保守与安倍相近 他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 在宪法中明确记载 自卫队为国防军 多年以来 是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国会议员之会成员 曾在8月15日 日本战败纪念日 担任阁聊时 参拜过靖国神社 高氏对中国态度强硬 近期曾指 中国对日本来说 是严重风险 曾呼吁在日本国会 通过决议谴责中国 高氏目前已获 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 将在本周早些时候 正式宣布参选 而自民党干事长代理 61岁的野田圣子 也有意参选 但野田能否争取到 派伐支持还是未知 外界认为 野田或许很难筹集到 20名议员推举 从目前来看 到底谁会参选 这次自民党组裁选举 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 目前日本女首相 诞生的可能性 开始浮出水面 但是外界有普遍预测 在保守的自民党派伐 政治之下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凤凰卫视林明耀 贾文编 日本自民党总部报道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合作部大臣布拉索坤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 和韩国外长郑毅荣的邀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将于9月10号到15号 对越南 柬埔寨 新加坡和韩国 进行正式访问 并且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 共同主持中叶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13次会议 好 还是东南亚的新闻 缅甸反军方阵营 民族团结政府临时总统 杜瓦拉希腊7号正式向军方宣战 并且宣布7号起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杜瓦拉希腊7号透过视频 发表紧急讲话 正式向缅甸军方宣战 指出反对军事独裁的人民革命 于9月7日正式开始 呼吁全国参与革命 各地区人民国防军需瞄准 攻击军政权地区和其支柱 杜瓦拉希腊形容 这是一场正义的革命 对建立持久和平的民主联邦至关重要 他要求由军方委任的管理员立即辞职 呼吁民众避免出行 人民国防军需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严格遵守人民国防军颁布的军事规章制度 杜瓦拉希腊说 为彻底废除军方统治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直到恢复人民行政权力为止 在8月份缅甸全国发生了134起爆炸事件 至少造成22人死亡 大多数死者是军方和拱发当成员 也包括部分被指控为向军方告密的平民 大多数爆炸发生在安全部队附近警察局和检察站 在仰光发生了50多起爆炸事件 过去半个月来 有部分仰光居民提前囤积粮食 但在7号当天 包括仰光在内各大城市仍然安静 军警车队巡逻却更加频繁 目前在缅甸因为近期发生的冲突 已经导致数十万人民沦为难民 另有报道称 东盟特使和缅甸外长有过交谈 未在缅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停止战斗至今年底 东盟缅甸特使表示 正与缅方谈判计划10月底之前前往缅甸 凤门宣商谋缅甸 杨光 报道 缅甸军方二月底发动军事政变 现在已经罢大半年了 现在由原来被他们罢出的议会的代表 成立的委员会 在4月16号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 现在的代理总统 叫杜瓦拉希拉 正式宣布向军方宣战 其实在议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之后 已经宣布将拿起武器来对抗军政府 那么同时我们感觉到像杜瓦拉希拉 他是科钦族的领袖 那么应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态势分析 可能在缅甸的一些各大民族的地方武装 可能达成了一种共识 就像军事当局 就像军政府宣战 那么实际上在宣战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游击战已经开打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这个缅甸军政府大半年以来 没有控制住这个局势 那么同时我想这个缅甸 如果出现内战的话 它对东盟相关的周边国家 这个难民外溢 这个战祸外溢 这个乱局外溢 这都是对整个亚洲 特别是东盟相关的 都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那实际上东盟也尝试着 和缅甸军政府进行谈判 实际上也等于是 因为已经和在开这个 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 和缅甸的这个军政府代表 其实和这个米昂来 也已经进行过接触通话 但是呢 这个似乎是束手无策 又不能够 这个承认军政府是合法的 但是你又不能 这个不跟军政府接触 那么同时呢 你不能承认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 这个抵抗力量的民族团协政府 但是呢 你又不能反对 也不能不支持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周边的邻国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呢 一旦 每年打起内战的话呀 这个后果呢 应该说是 相当令人感觉到 这个 这个很悲观 好 把目光转向香港 香港立法会5月份 通过了公职人员宣誓条例 列明区议员必须要宣誓 效忠香港特区及拥护基本法 否则就会失去区议员的资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仲叶娥 就宣布留任的区议员 本星期起会分4批进行宣誓 在宣誓完毕之后呢 我们不会即时公布这个宣誓 是否有效 会尽快在宣誓仪式过了之后呢 就会是通知宣誓有效的区议员 他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宣誓 有一些宣誓是令到我们有怀疑 不能够完全信任 他是效忠和拥护呢 也都会给一个机会他作出新述 然后再由监视人作出判断 林郑月娥指宣誓的过程真诚庄重 区议员需要如一在国旗 曲席前宣读誓言 并要遵守衣着等场合的规定 而负责监视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就表示 宣誓仪式过后 会尽快列出合资格议员名单 他又说特区政府会按 宣誓声明条例的正负面清单 判断宣誓是否有效 如果区议员被判失去资格 特区政府会由当日起 停止发放酬金 津贴及开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前收到老友的一本赠书 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马上就感觉到 这本书很有历史价值 这位老友就是香港的知名作家 出版家潘耀明先生 他的这本新作 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 精选了过去几十年间 他与巴金 钱仲书 杨将 叶胜桃 于平博 沈从文 汴之林 爱卿 洛宾基 秦木 还有顾成等名家的交往研究记事 同时也配有这些 名家与作者交往过程当中的 书信 手稿和照片 等弥足珍贵的资料 我们这批人年轻那个时候 你不管是做什么的 什么行业的 都有一种同类人 叫做文学青年 那么潘耀明当时是香港的一位编辑 他和大陆的文学青年是一样的 对于民国到共和国的 一代中国文学大家甚为仰慕 从那时候起 一直到他作为明报月刊总编辑的 几十年间 他不间断地拜访和采访这些文坛名家 那么这部作品 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的 个人性格 生活意识 有了更多的了解 并且可以看到他们的书信真迹 那真是很打动人 北大的资深教授严家延先生 是这样推荐这本书的 他写了很长的序言 他其中写的 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这本书呢 8月份还成为 《阅文探照灯书评人讲 非虚构中文原创十本好书之一》 我就选择其中一段故事 和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次潘耀明 请金庸为他提写 这个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郑县就是郑板桥的那首诗 叫《竹石七绝》 这首诗想必各位都不陌生 原文是这样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 力根源在破岩中 千摩万极还间近 任而东西南北风 结果呢 金庸在提写的时候 他就把郑县 这个诗的后两句 做了改动赠给潘耀明了 他怎么改的呢 他这样改的 千摩万极强身术 东西南北过耳风 在读这两句 金庸根据郑板桥诗句 改动的《立志连》的时候 你都能够想象到 金庸的那种 智慧幽默的人生观 还有他的写作风格 甚至联想到 他的那些作品中的一些人物 好 最后呢 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地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